上一节课我们讲了芊武士操作系统的一些典型的常用的操作系统 比如说我们讲了芊武士Numix, UCOS2, Vixworks, Nuclears Plus, 还有CE,Windows,CE等等 这一节课我们接着讲常用的操作系统的最后一种 就是这种OPEN 那么这种系统呢它是凯斯集团自主研制开发的一个线索的操作系统 那么它呢它是由一个体移很小的内核 以及一些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定据的系统模块组成 那么它的核心呢 OPEN看到呢它的大小一般只有10个K 那么占据的空间是非常小的 那么它具有一些实施啊 多任务啊 多现成的一些系统特征 那我们使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很容易的对这些操作系统进行定制 或者做一些适当的开发 那么这个系统呢 它广泛的应用于移动计算平台 比如说PDA啊 那么家庭的信息环境啊 比如这些电影盒啊 数字电视啊 通信的计算平台 比如说媒体手机 车载计算型平台 比如一些导航器 还有工业商业控制 包括一些智能控制 智能公共设计设备啊 还有一些电子商务平台 智能卡的应用 比如说安全管理等等 这种信息加电商 那么它呢 还可以应用于 和那个internet相连接的一些 接入的设备 那么OPEN呢 它是一种 运行在32位初微处理器上的一种 实施的多任务的操作系统 那么它的特征 我们这里来看一下 那么它第一个特点呢 就是一个微内核的一个设计 那么它是按照 倾入系统的要求 设计的一个 倾入系统 一个操作系统 那么它是由一个体积很小的 微内核 以及一些可以根据 需要进行定制的系统文化来组成 那么之所以成为微内核 那么是因为它只实现 必须由 操作系统核心完成的 几种最基本的操作 比如说进程件的通信 线程的调度啊 中断入口啊 内存管理 系统失踪 还有些电源的管理 等等 那么这种OPEN的核心呢 那么它的大小 一般只有10个K 那么即便 加上其他必要的模块 那么所占有的空间 也是非常小的 那么第二个特点呢 它就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实施性 那么这种操作系统它的核心呢 它是针对实施应用开发的一个操作系统的内核 那么它提供了一个实施操作系统 所需要的一切的基本的要素 比如说多任务 有些优先级的驱动 它说基于优先式调度方法 还有一些快速的现场切换 那么对各种实施性要求 高低不同的应用呢 那么这种OPEN的 操作系统它的核心呢 它允许呢 根据需要的实施测定安排 使各种不同的应用 它有可能在同一台 运行OPEN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上 可以顺利的运行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第三个特点 就是图形的用户接口 那么它的窗口图形系统呢 它是一个面向对象来设计的 那么基于消息驱动的 图形用户接口系统呢 它提供了一种Win3R的 一个风格的一个 应用程序设计接口 那么便于应用程序的开发 那么Windows程序设计的人员 它就不用培训 你就可以在这种开发 在这种基于 豪文窗口系统的应用程序 那么它的窗口系统呢 可以同时创建多个窗口 那么可以对窗口进行显示了 隐藏了 移动啊 重叠滚动 改变大型等等这些操作 那么它的窗口系统 还提供了一些菜单啊 按钮啊 单选框啊 复选框 编辑框啊 还有些列表框 组合框等等 这种多种的窗口界面对象 那么利用这种 浩本测试系统 它提供的这种 API的这种信息呢 你就可以编织各种 基于图形界面的应用程序 来满足用户的实际的应用需求 那么第四个特征呢 就是设备驱动程序的易开发性 那么它的测试系统呢 它是定义了自乎设备驱动程序的接口范围 接口规范 那么存储设备驱动程序呢 它的接口规范和图形的设备驱动程序接口规范 那么它这种操作系统 它是按照自己规范调用设备驱动程序 那么设备驱动程序呢 可以是用用户自己来编写 那么它的操作系统的窗口系统呢 在图形设备驱动程序 之上的那一部分的所有部分 都是与这个设备无关的 那么可以用 用于各种各样的图形输入设备和图形输出设备 那么采用的是统一的图形设备驱动程序接口 那么它调用了这种设备驱动程序 那么通过显示设备驱动程序接口 那么可以支持不同分辨率 单色到彩色的各种显示设备 那么通过键盘的一些设备驱动程序呢 它可以支持各种键盘的设备 那么通过定点的设备驱动程序呢 支持一些鼠标啦 比较触摸屏等等各种定点设备 那么用户呢 可以根据这种接口标准呢 也适合自己系统的设备驱动程序 那么第五个特点呢 它又支持一种汉字 汉是一种汉字支持的 那么它的图形窗口系统 全面支持这种汉字 那么目前呢 使用的这种GP2312-80 它用这种字符机呢 还有是BQ5 这种字符机 那么同时呢 它支持的是Unicode的一种方向来发展的 那么通过这种 自己的设备驱动程序接口呢 也可以支持任意多种点阵 还有适量的字体 那么支持一些中文的处理功能 提供标准的中文输入的模块接口 那么可以挂 挂接任意多种的中文输入法 那么标准化的一些中英文的手写识别啊 那么可以方便的挂接第三方的中英文的手写 输入识别程序 那么第六个特点就是开放性和可伸缩性 那么它的操作系统它的高度的模块化结构呢 就可以使用户可以根据实际应用的 需要选择对自己有用的功能模块 那么目前呢 这种Hop的操作系统呢 它提供的模块 我们来看一下它主要提供这些模块 一个就是它的核心模块 还有一个就是文件系统模块 还有设备驱动模块 图形那个窗口系统模块 还有网络协议模块 还包括一些英特网的浏览器啊 加网虚拟机啊等等 提供的比较丰富的这种操作系统的模块 那么用户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呢 它可以选用核心模块 那么它的操作系统呢 它每个模块 又可以提供一种标准的这种API的接口 那么这种接口呢 它是用来开放的 编辑用户在这个接口上面扣用一些新的功能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个操作系统它可以运行在多种的这种 16位或者32位这种CPU上 而且它的系统开销是非常小的 那么提供了这种TCP UDP、IP或者PPP协议的一些支持 以及统一的一个MAC访问层的一些接口 那么到这呢 我们就常用的操作式 嵌入式的操作系统 我们就介绍完了 那么这一块呢 我们主要是介绍了这种 嵌入式操作系统的一些特征 包括它所能提供的一些功能 它的一些应用领域 包括它一些开发工具 支持的一些处理器 那么对价格这一块 我们只是做了一个定量的了解 那么下面呢 我们讲这一章的第七个问题 就是基于RTOS开发的 开发的应用系统 那么这一块呢 主要是从下面这几个方面来进行讲解 那么第一个就是软件的追求与结构 那么还要包括它的软件结构 任务控制 还有任务之间的通信 任务之间的同步 那么最后会介绍一下定时器和存储器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它的软件组成的结构 那么在这种嵌入式操作系统的支持下呢 它的开发应用呢 那软件结构 一般主要是包括下面这几类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初始化的代码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主程序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任务 第四个是公共子程序 也就是我们的函数 那么第五个呢 就是说是私用子程序 那么它的整个的运营过程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第一个第一步呢 就进行一个复位向量 那么复位向量呢 这是一个复位的向量表 也就是系统刚开始的 最开始的是在复位向量这个块 完了以后它就是一个初始化的一个过程 那么初始化的代码 初始化完了以后 就包括一些板机支持包的一些初始化 还有主程序的一些 那创建任务 这一块呢 我们的操作系统也就开始运行了 最后进行我们的一些任务 这样就完成了整个 这个嵌入操作系统的一个 那个程序运行过程 那么看它的第一个第一块呢 就是初始化代码和板机支持包这一块 那么它这一块呢 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呢 处理器呢 在上电以后 或者复位之后呢 那么它是从复位向量 那么那个地方 开始执行第一条指定 那么比如说 英特尔的8086 那么它的复位向量 就是在FFF0这个地方 那么 比如别的系统 有的可能是在零这个地方 那么对于8086来说呢 就是刚才所说的 它的复位向量那个地址 它到存储空间的最后一个单元 它只一共是16个字节 那么需要在这里放到一个 长的一个挑战指令 那么跳到存储器的某一个地址空间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就完成了一个嵌入式处理器的一些 一码器啊 操作系统标准所需要的一些定时器啊 还有一些硬件系统的一些状态设置 还有系统追战的一些设置等等 运行系统的操作系统 所必须的一些参数 进行一些初始化的一些运行 那么这些代码一般都是用汇编语言来编写的 那么通常呢 就成为一个板机 支持包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个BSP 那么初始化工资所需要的一些工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第一个点呢 就是标识整个代码的一个初始的入口点 也就是程序的入口点 它是这个程序运行的一个开始 那么每个程序它的印象呢 文件它只有一个 那么系统上电的时候呢 就从程序程序的这种入口点 开始执行代码 比如一些ARM的系统当中呢 它程序的入口点 它是以intro这种关键字来显示的 那么第二步呢 就是设置一些异常的一些征断的项量 那么系统的初始化过程当中呢 那么复位项量在ROM的一个地址 这个0 也就是最开始的这个地方呢 那么它是有四个字节 那么接着才是一些中段的项量 那么这一段的代码的填写 这些系统的一些中段项量表 那么第三步呢 就是初始化的存储系统 那么我说这个系统它存在一些存储器的管理单元 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就是MMU 那么就初始化这些单元的这些部件 那么第四步呢 就初始化各个模式下的数据站 比如说在ARM那种体系当中呢 那么各种处理器模式呢 它是拥有自己的数据站 那么根据应用程序使用的一种异常中段的情况呢 我们就需要设置 使用的异常中段的一些数据站 那么什么叫做异常中段呢 我们这里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种异常的中段 比如说一种SP-SVC 那么这个呢 就是系统模式下使用的一些数据站的指针 我们就必须要设置这种数据站的指针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还有一些IRQ异常的中段 那么也必须设置这些数据站的指针 那么在使用这种IRQ中段之前呢 我们就必须要设置好这些数据站的指针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FIQ的一些异常中段 那么要设置它的数据站的指针 那么包括一些还有一些就是说 数据访问终止异常中段模式 和那个指令预取终止模式下使用的一些数据站的指针 那么还有一些未定义的指令异常中段模式下的指针 还有就是程序在用户模式下使用的一些数据站指针 那完成了这些异常中段的设置以后呢 我们第五步所需要做的一个 就是初始化一些关键的一些IO接口 那么这些关键的IO设备呢 指的就是一些比如说FI 刚才说的一个异常中段FIQ 还有IRQ这种中段正常运行的一种IO设备 那么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初始化一些用户的IO 比如说说UART 那么这个呢就是根据我们系统的具体要求 实用哪些就初始化哪些 那么第六步呢就是初始化异常中段 所需要使用的一些RAM的变量 那么在有些的异常中段从处理程序当中呢 它是需要使用的是指向RAM中输去缓冲区的一些指针 那么这些指针呢就必须就是在我们这里 那初始化代码这个 这个最开始的阶段进行一些初始化 那么第七步呢就是使用一些异常中段 就是设置程序状态字的一些相应的控制位来使用中段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发生了一些异常的事件 就会产生中段 那么进入相应的一些中段处理程序 那么第八步呢就是如果需要的话 就可以要切换一些处理器的模式 比如说RAM系统它在商店的时候呢 就进入这种特权模式 那么上面呢比如说刚才我们上面说的这种初始化操作 都是在这种特权模式下进行的 那么用户的应用程序呢 它是需要在用户模式下进行运行 那么所以这里我们就需要进行一种操作 操作系统的处理器模式的一些切换 那么第九步呢就是说如果有需要的话 就切换一些处理器的状态 那么RAM的处理器它的内核呢就两种状态 就是RAM的状态还有一个ZAMO状态 那么系统初始化默认的它是一种RAM的状态 那么需要使用这种ZAMO形式的时候 它就可以切换这种ZAMO状态 所以就用一种处理器状态的切换 那整个的运行过程就是这样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任务 这个任务呢它是一个 是以程序的形式来出现的 那么在这种嵌入式的实施多任务开发系统当中呢 那么用C语言呢 代码它表示的任务 它是一个无限的一个循环的一个形式 它任务实在是不能没有返回的 任务不能有返回的 而且是不能有那个退出出口 但是这种任务是可以被杀死的 也就是说包括被别的任务杀死或者自杀 那么这种取悦于不同的系统功能 也就是说它是以一种程序的形式来出现的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任务 那我们这里看一个任务的一个尾代码 也就是看它的一个模板 那么看一下它定义这个 这个是调用的一个任务的模块 那么这一块呢 就Wile之前的这个语句呢 它是定义的一个 就说明任务所需要的一个局部的变量 那么下面Wile这一块呢 就是定义的这个任务体 那么任务体它是一个无线循环的过程 而且它是这个代码当初是没有返回的 比如Cloud-C,Cloud-CEA,Cloud-R等等 执行不同的任务 那么任务的尾代码它的形式参数呢 它不是所必须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设定一下 就是inter 这个charge这个东西 这两个定义这两个参数 它不是所必须要进行的 那么有的系统它的有形式参数 有的没有 那么具体呢 我们参考具体的这种 这种插头系统 那么这个子程序呢 子程序呢 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子程序 它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子程序 它可以被多个任务所调用 它是由于任务的调用的随机性的 这种公共的子程序呢 就设计成可重入的 那么它是一种普通的 四亿元函数的形式来出现的 那么它可以 它可以是有输入输出和返回的 那么它跟任务是不一样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私用的子程序 那么私用子程序呢 它是为某个任务所调用 那么别的任务不调用 所以这种私用子程序呢 可以设计成不可重入的 但是一般的这种系统呢 它的编译器呢 都支持这种可重入性的 这种程序设计和编译 那么在系统设计和实现的时候 就把公用子程序和私用子程序 都设计成可重入的 那么这样的使用起来 应该说就比那种不可重入的 要方便的多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主程序 那么主程序呢 那么主程序呢 它是在那个 初始化完成以后呢 我们需要一些 在4亿元代码当中实现 而且是在它的它的开始的形式 就是面函数 它开始 以面函数来开始的 那我们刚才所说那个 运行的那种 叫板机知识包的初始化呢 就可以包括一些应用的初始化 那么它是如果是用户是使用的 是一种串型的 串型的那种通信口的话 那么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些初始化 也就是说 系统的 这个初始化和板机初始化 它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 它的初始化是用户所需求的 而不是那个操作系统运行所必须的 那么板机初始化呢 就包括对一些硬件的初始化 比如说一些可编程的芯片定义器等等 我们刚才之前也说过 那么这些芯片呢 就包括操作系统运行所必须的 比如说定义器用于系统的调度 还有操作系统所不必的 不必的 比如说一些用户的接口 那么主程序呢 这块呢 它就是初始化一共所使用的一些资源 比如说初始化操作系统一些 数据的结构 那么就是为操作系统的运行做准备 那么它还包括 创建应用所需要的资源 比如说对立啊 信仙啊 信号链啊 管道啊 任务啊 内存的分区啊等等 那么它还包括 创建系统的多任务 还有其中系统的那个任务运行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 这个容训 它是以面含数来开始的 那么有的系统呢 它也可以把这种面含数隐含 那么像程序员 提供一个提示函数 比如说Nuclear Plus 它是从这种 Application Initialize 开始 也就是说 应用初始化这个开始 那么 比如说这种 VRTX86系统 它是以usermain开始的 所以说不同的系统 它这种初始化的程序 也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下面我们需要 了解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任务控制 那么任务控制系统呢 它的调用呢 可以在应用系统 初始化的时候 就可以使用了 那么也可以在系统 运行当中使用 那么大多数的这种 线无数应用系统 它开发呢 就把创建任务呢 放在系统初始化的 呃 的时候进行 那么在动态 创建任务的时候呢 那么才在运行的 那种过程中 创建和删除任务 那么由于创建任务 是它需要为任务 分配一些 对阵的空间 那么删除任务的时候 又必须 释放任务 所需要的这种 对阵的空间 那么涉及到这种 内存之间 内存的分配啊 释放 可能会 造成一些内存的 一些碎片啊 那么影响系统的 这种效率和可靠性 那么任务控制呢 它的功能呢 它主要包括 任务的创建呢 删除 改变任务的状态 改变任务的优先级等等 那么为了保证 这种系统的 可靠运行呢 一般的任务的创建呢 就在系统初始化当中进行 那除非是有必要 一般是不在 系统运行过程中 随意的创建和 删除任务资源 因为是在这种创建任务的时候 它分配了内存资源 那么删除了这种任务 所释放了 就释放了这部分的内存资源 那么内存分配 和释放多次以后 就会产生这种碎片 能够造成这种系统资源的 一个枯竭 那么虽然目前的 一些的操作系统 它具有了一定的内存 碎片整理的那种功能 但是这些的功能 都是非常有限的 而且运行内存的 在整理功能的时候 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 那么设计 那么造成系统的 享用时间系统 就变得非常差 那么基于上面 这些考虑 那么就在嵌入式的系统 应用开发项目的 总体设计的时候 我们一般就遵循 这样的一个原则 就把创建系统的资源 这些比如说 任务、信号量、信箱、对列等等 都是在面函数当中进行 那么除非特殊需要 一般不要在系统运行过程当中 随意的创建和伸出这些资源 以便造成系统的 造成碎片的产生 那么我们需要 还有另外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任务控制类的系统 它调用呢 是不消耗内存的部分 可以在任何的时候 都可以使用 比如说改变任务的一些优先解压 挂齐任务等等这些调用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任务之间的通讯 那么任务之间的通讯方式呢 主要有这三种 就是信箱、对列、管道 一般情况呢 那么信箱呢 就相当于长度为一的对列 所以说使用性和长度为一的对列 对用户来说是相同的 但是对系统的资源的消耗来说呢 那么对列的消耗呢 它的资源要大于那个 大于信箱 那么具体的应用当中呢 那么使用信箱呢 还是使用对列 就取决于这个系统的一个整体的设计 那么对于这种管道来说呢 就有的操作系统 它提供的管道的通讯方式 对用户的应用开发来说呢 那么对列与管道是基本相同的 那么有一些操作系统 它提供的管道的目的呢 它是为了与早期的这种系统来兼容 比如说那个Nuclears Plus 它的操作系统 它提供对点和管道这两种通讯方式 那么在设计 75式应用系统的时候 一般使用对列通信方式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 任务之间的一个通信 就用信箱的方式来进行通信 那么信箱呢 它是大多数操作系统提供的一种 任务间的通信方式 那么它是用于任务间发送和接受一个消息 那么信箱呢 它是一个公共的一块内存区 那么所以说呢 不同的操作系统对信箱的使用的规定 它是不完全相同的 那么有的操作系统在使用信箱之前呢 需要首先创建一个信箱 然后再使用 那么有的系统 它是不需要创建信箱的 而且它只需要一些定义性的说明就行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啊 这个图呢 它就是任务那个通过信箱通信的一种 一种结构 简单的一个结构图嘛 那么它通过信箱的调用的系统 调用呢 一般的比如说 就这几部分 有一个创建信箱 一个是向信箱发送消息 那么就 然后就从信箱接触消息 第四个就传进信箱的状况 那么看这个图呢 第一步呢 我们知道它是要创建一个信箱 就创建这个信箱放在这里 那么定一些它的参数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任务一和任务二 那么任务一呢 是通过这个通过向这个信箱来发送消息 那么任务二呢 是通过这个信箱来接收消息 那么这样呢 就实现了一个任务一和任务二之间 一个通过信箱的通信方式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任务之间 就利用信箱进行通信的一些 呃标准的一些呃 四亿元的一些代码 那么左边这一块呢 它是一个发送的一个消息 那么发送这一块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代码 它是一个就是刚才那个图 刚才也是参考刚才这个图 就是任务一箱 任务二通过信箱来发送消息 那么它发送的一个 那么其中这个这个 text一呢 它是向信箱 就是这个mainbox 来发送的这个这个消息 那么消息指针呢 我们这里定义的是message1 那么task2呢 它是从这个mainbox 接收消息的 它消息指针是message2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原代码 那么这个 这个原代码里面就是包括一个 os send to unbox这个mainbox 定义这个message 也就完成了一个消息的一个发送 那么右边这个呢 它是一个消息的一个接收 那么同样呢 那么task2 它是执行的一个消息指针 就是message2 这一块 那我们这个pand for mainbox 这个函数呢 这个函数定义的这个函数 它是不断来查询这种新箱的状态 那么直到收收到消息为止 然后才从调运的这种当中来 调入这个这个 呃接收子程序来中返回 那么accept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是一个查询信箱 然后就立刻返回 有消息就立刻返回了 那么有的操作系统它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从操作系统 从信箱中接受一个消息 它只提供一个系统来使用 比如说nuclearsplus 那么它的系统调音格式 比如说 比如说 就可以包括 就是nur i receive from mainbox 它定义这种函数 那么它定义之间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mainbox 和message 可以定义一些参数 那么它有一个参数之间 有一个suspen的这个参数 那么它这个参数它是规定了 从信箱接收效的消息的行为 是accept还是panned 这是一个通过信箱消息 通过信箱进行通信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例子吧 也就是说我们从传感器传过来的数据进行采集 我们就task 这个task这个任务就完成了数据的采集 那我们这个是需要的一个 完成的一个任务 就是说把数据采 把采集的数据通过这个信箱 发送到这个数据处理 然后再发送到执行器 有数据的流向我们是从左至右的 那我们同样也是可以通过这个信箱的方式 来实现这两个任务之间 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之间的一个通信 下面我们看一下就是利用对列进行通信 那么消息对列呢 它是提供了任务之间传输的多个消息的一个机制 那么一个任务或者中段的服务历程呢 就可以向对列发送消息 那么其他的任务或者中段服务历程也可以接收消息 那么定期发送消息的任务或者中段服务历程呢 也可以接收这个消息 如果说消息的对列满了以后呢 那么继续就向对列发送消息 就会引起这种任务的阻塞 那么如果说消息对列是空的 那么从对列接收消息的任务将阻塞 那么这样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啊 那么这个图就是典型的一个任务通过对列通信的一个图 那么就首先是也是一样创建一个对列 创建对列 那么这个对列当然也是可以删除的 创建这个对列以后 那么向对列发送消息 也就是说这个任务一向这个对列发送消息 那么对列那个任务二呢 就从这个对列中接收消息 那么它也同样也包括一些那个查询对列的状态 那么任务使用这种对列进行通信的时候 一般是在系统的初始化的时候 来创建这种对列 那么在嵌入系统设计当中呢 一般呢是不建议在运行当中的 动态的创建和删除对列 因为这种充电对列它需要资源 那么删除对列呢需要释放资源 同样的说是系统内存管理不好 就会涨入这样的碎片 那么就会使得系统可能就会出现一种不稳定的因素 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是用那个信箱进行通信 那么信箱通信和对列通信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这里来简单看一下 第一个不一样就是信箱可以看成是一个长度唯一的一个对列 那么信箱呢它的消耗资源要比对列要少 那么其他的呢就相信信箱的运行速度要比对列来快一些 那么这一块呢就是一个任务的一个 那个对列创建对消息对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系统调用 那么这也是它一个进行通信的一个图 这刚才我们已经说过这里不再详细说了 同样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代码模板 这同样是一个相对列 那么任务一是相对列发送消息 那么同样我们也是定义了这样一个函数 就OS-Send-to-Clean这个相对立的发送消息 那么右边呢是像这次对列的一个接收的一个消息 就是一个receive form 通过这个函数来定义 那么它这个接收和发送跟那个信箱应该是基本上一致的 那我们这里就不再详细说了 那么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对列进行通信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小例子 你看也是从它从cdrom当中把数据读进来 那么通过对列的一个方式就完成一个音频和视频的一个解码 就这两个任务通过对列的方式进行一个通信 那么最后送来显示送出来显示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管道 那么管道呢它是有两种类型 那么一种类型呢它是与消息的对列是相同的 它的操作方式和使用方式也与消息对列完全相同 那么另一种类型的管道呢 它是一个能够用来从一个任务传送数据 到另一个任务的一个简单的通信通道 那么这个通道呢用软件实现 并用操作系统来管理 那么在应用程序看来 那这种管道它是类似一个数据文件 那可以用标准的C库或者IO的函数来打开啊 关闭啊写入啊读出啊 那不过与文件是不一样的 那个管道它是一种单向的 那么它有一个圆端和一个目的端 那么在圆端的任务它只能是向管道写 那么在目的端的任务是只能是从管道来读 那么管道的传输流啊 传输流数据呢 就连续的这种字节穿过流呢 所以说访问一个管道 它就类似访问一个顺序的文件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就是一个 任务通过管道进行通信的一个图 那么同样的这个管道 那么这些图呢 就跟前面的对练的图应该是比较类似的 同样是进行一个管道的创建以后 任务一向这个管道发送消息 那么任务二呢 从这个管道中接触消息 那么管道的读和写呢 我们就来看一个 这种一个 简单的一个小程序 这是管道的一个写程序 也就是说第一个 那首先我们要打开这个管道 就这里等管道以后 我们要打开这个管道 那么这样通信才能连通 那么是通过 也是调用这个函数 那么写 那么定义这种 先管道写入数据的这种函数 是通过write to pipeline 这个函数来写 然后写完这个函数以后呢 我们就关闭这个管道 那么管道的读的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首先呢 还是要打开这个管道 因为之前写呢 是已经关闭这个管道 那么把这个数据 从管道中读出来 然后再关闭这个管道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任务之间的同步 任务之间的同步呢 主要是有信号量 事件组还有信号 这三种方式 那么信号量呢 它是提供了对临界资源的一个控制机制 那么所谓的临界资源呢 它指的是在同一时刻 只能为一个用户所使用的资源 比如说打印机 如果同一时刻有多个用户同时使用打印机 那么结果是打印的内容 就可以混在一块了 那么对信号量的一个基本操作 就是得到和释放信号量 那么得到呢 信号量呢 使信号量的值减少 那么释放信号量 就可以使信号量的值积就增加了 那么它的一些基本的操作 那么对信号量的一些基本的操作 比如说是这一块 第一个就是创建的这种信号量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 WiseGangCrit这个函数 Crit 这种函数来描述 那么还要删除 信号量就Delay 才能得到 我们牵制放信号量 还有包括一个复位的信号量 主要是这几种操作 那么这是一个使用信号量 来管理临界资源的一个模块 我们来看一下 临界资源呢 我们上面所说的 当中有一个临界资源呢 它是同一时刻只能吸 是为一个用户所使用的一个 一个资源 比如说我们这个 有临界资源 我们需要这两个任务 通常使用这个临界资源 那么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通过信号量的方式 来管理这个 到底是谁属 这个时刻 在哪一个任务来 使用临界资源 那么它的操作方法呢 首先呢就是 使用临界资源之前呢 我们先要得到这个信号量 得到这个信号量呢 就某一个任务 得到这个信号量以后 才能使用临界资源 使用麻力控 然后释放这个信号量 提供其他的任务 来进行使用 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打印机 同样是一个信号量的使用 两个任务同时要使用打印机 看谁先得到信号量 谁得到信号量 以后才能使用 那我们这里看一个 使用信号量的一个任务模板 那么首先呢是一个局部变量的一个说明 就是这个Status 这个变量一个说明 那么在Wire这个地方来是定义 就是说 我们首先要得到一个 就是这条 这条预计 这条红色的字写的这条预计 那么它是得到 得到一个信号量 那么这个信号量的个数呢 它是用抗和这个 这个数来 这个变量来定义的 那么得到这个 信号量以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了 比如说 包括一些使用的程序 这就可以使用信号量 那么使用完了以后 这个release 这个 这个 这一句这个函数 所完成的功能呢 就释放这个信号量 同样也是 它的 信号量的个数 也是抗的这个边缘来定义的 如果说我们定义的这个值啊 就是说这个信号量的值 它是小于这个count 那么这个任务就阻塞了 那么它就停在这个 这个4之前 这条语句之前 就一直它得到这个信号量 那么直到别的任务 释放的信号量 使这个信号量的值 大于这个count的这个数 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信号量的 这个值大于count 那么 那么这个值呢 就减去count 这个语句返回来 那么就继续执行这个 第4条语句 那么第4条语句呢 它是处理临界资源的一个语句 那么处理临界资源以后呢 那么下面这个语句 第5条语句呢 它就释放了这个信号量 那么结果呢 就是这个信号量 就加上这个count的这个 就完成了整个一个信号量的一个使用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 任务之间的同步 这个事件组 那么事件组呢 它是提供了一种机制 就是指表明了 指明了就某种系统事件的发生 那么一个事件呢 是由在事件组变量中的某一位来代表的 那么这一位被称为一个事件标志 通常呢 每个事件组呢 是有32个事件标志的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这是两个任务通过事件组的一个同步 比如说这个 左边这个 它是一个任务的等待事件 那么中间就是我们的事件组 依次排列 那么这是一个任务的设置事件 也就是对这些事件进行设置以后 我们这些任务等待这个事件的发生 由那个事件组来统一的分配 那么看一下这样的一个程序的一个小例子 比如看这个 首先呢 同样是要定义一个局部变量 那么这条语句呢 就这条红色的语句 它写的这一块 那么它是一个等待的一个事件组 那么它事件组的模式呢 它是一个request event 你这里可以看到它是一个request event 它是以这种模式来进行的 那么它的第三个参数呢 它是一个end consume 也就是这个这个参数 它表示事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与关系 也就是说执行完这种调音后 它把相应的这种事件就清除了 如果等待的事件组不满的条件 那么这个任务就阻塞了 比如说等待与事件 就某一是个当前的事件 比如说这个events 这个当前的事件 这个events 它等于什么呢 比如等于0001111 4041 那么它请求的事件 就是request event 那么它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40 后面是0101 那么执行完第三条语句以后呢 那么这个events就变成什么了 就变成了401010了 那么程序就继续往下执行 那么它是一个与的一个关系 那么右边这个例子 它是一个设置事件的一个执行程序 那么执行这个 那么首先这个程序执行的 也是前面一个 几乎变量的一些说明 执行完了以后 我们主要看一下这个核心语句 就是第三条这个语句 那么执行完这个 呃 局部变量说明以后 就某一个条件 比如说用户规定的话 某一个条件 达到这个满足条件了 那么执行相应的事件标志位 那么我们这条语句 就set这个语句 设置这条语句 这条语句呢 就设置相关的标志 那么它的设置方法呢 是event event 和这个event flag 进行一个语的操作 也是进行一个ent 的操作 那么如果调用的第三个参数 是ok的话 那么就执行以后操作 执行的话 如果说啊 我们这个参数 可以改OR XOR 向前说 会不会